复兴航空空弹进入第三天 6号上午搜救人员在失事点下游 50到100公尺处接连巡货四具遗体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下午公布了 失事扳机黑盒子的关键内容 内容指出失事之前出现两次失速警告 驾驶多次呼叫重开车 随即记录器录到不明声响后断联 失事扳机从起飞到坠落只有3分23秒 这个发动机还是在运转 唯一的差别是它不produce任何power 所以对于驾驶员来讲 这个发动机是没有用的 接下去我们看到的这个action是 number one的这个发动机的油门控制 慢慢往回收慢慢往回收慢慢往回收 一直收到底最后把油路它断 然后引擎进入feather 这个时候是两具发动机都没有产生power 复兴G1235班机 4号上午坠落在台北南港的基隆河 飞机机师廖建宗 柳自中和鸿炳中 当时努力控制机身 闪避高楼和人口稠密区 把灾害减到最小 廖建宗的父亲谈起儿子殉职 忍不住哽咽 复兴G1235班机机上五十八人 至今只有十五人生还 其中生还的乘客林明威 坠地当时抢救妻儿的过程 成为国内外媒体真相报导的焦点 原本她计划上午出面对外说明事发经过 不过医院现场吸引大批中外媒体高度关注 让林明威备感压力 临时决定取消 搜救工作进入第三天 军警萧和海巡署集结 扩大海陆空搜索范围 搜寻其他失踪者的下落 整个任务从事故的现场 一直到淡水和河口的石海里去 我们会整个全面来做一个 整个水面上的一个搜救 连线有一些桥墩的地区 怕是它会不会卡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会前者人员也会针对桥墩的部分 持续来加强 消防人员分析 今天河道上的能见度 大约0.5公尺到1公尺 有利河面搜寻工作 不过水下能见度几近零 加上扩大搜索范围和寒流来袭 考验潜水人员的体能 水下搜救的困难度相对提高 中央社综合报道